因為這次的黑心油風暴呢 已經掃到了屏東縣長的選情 衝擊到原本在地方執政的民進黨 也讓國民黨推出的撿太郎 有機會迎頭趕上 而為了不想影響到最後的選舉結果 民進黨候選人潘孟安很定調 盡可能避免捲入這次的爭議當中 一次次搜油風暴重創屏東縣政府形象 也衝擊到民進黨的選情 面對這顆燙手山芋 民進黨坦然面對 在每一個議題的上面 我們都是很務實的去面對啦 該不負短就不負短 然後該讓我們的縣民了解 就是讓縣民了解 但面對歸面對不無切割的味道 要將縣長候選人潘孟安和縣府職權 做出劃分 將議題冷處理 並且另聘戰場 主打地方經營 候選人當然平常在地方 很務實的去經營 然後很務實的去服務 我想這個就是民意基礎的累積 從文宣就可以看出端倪系數從政經驗 強調在地關係 因為對手國民黨的撿太郎來自中央 地方知名度是他的弱點 他擔任國大代表的時候 包括卸任之後也都一直回故鄉在做服務 空降也好或者是知名度不高也好 我是覺得這是在選戰當中 故意污蔑的一些語言 這次回鄉參選只能勤走基層 也怕搜水油議題帶了下來 所以將訴求他在中央政府的經驗 內政部的歷練當中 包括他在中央的人脈當中 包括施政問題的解決當中 他都有他的能力 可以為屏東創造一個美好的未來 雙方都打出經驗牌 帶黑心有的爭議與波蕩漾 對選情人士一大變數 越南TV 張崇敏 黃雲成 屏東報導